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 門徒頻道 歡迎大家收聽門徒公義 今晚有我 Howie 還有我 LaRi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要讚好、訂閱、分享 按鈴鐺 就可以隨時折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 Lali 我們已經半個月沒有一起拍檔了 也是呀 今天一回來就有很多事情發生 有很多事情聽 今集我們當然要去講一講 軍動全香港的荃灣聖方制中學 以及我們都會回顧今年頭三季的工作 事不宜遲先講聖方制中學 前一個星期的時候 就處罰了14個因為吃早餐、趕不及 星期禮的學生 停課三天 還要即時離校 給警告 結果這件事真的軍動全香港 其實我看看資料 這間學校不是在國旗法 在上年10月實施後才舉行星期禮 原來最早在2015年開始 每年的11國慶之前 他們都會舉行國慶的星期禮 而且學校還有本身的星期禮 現在每逢星期三都會舉行星期 聽起來他們對於星期這件事 應該是非常熟悉的 也有經驗 但是呢 我在他們學校的面書那裡 找了上個月 兩條最新的星期禮短片 我就給了一個專家去看 看了之後發覺 哇 不可以的 他們的東西真的錯了 是很不可以的 還是不可以的呢 是非常不可以的 哎呀 聽聽了 我介紹一下這位專家 他叫Jacky 他是一個制服團體成員 由中學開始負責星期 有23名經驗這麼久 而且他除了在學校負責星期之外 也是負責訓練一些旗手 所以他真的是專家 我就把這間學校 在上個月14日 和剛剛那次的國慶星期禮的影片 我就給了Jacky看 他指出 有七樣的地方是錯了 七樣都幾多 真的很多 我們逐一說一下 哪七樣 第一樣 他指出 星期隊的服裝 竟然是不統一的 在14日那條影片 你看到 有些穿下服 有些不知為何 穿上外套 其實六個人應該是服裝一致才對 這些很容易看得出 裝上已經錯了 第二樣是 他們的步操 都是不一致的 在14日那條影片 當他們開始入場的時候 很明顯他們的手勢是不一致的 所謂步操 即是左右左右 應該可以練習的 其實練習不是很難練習的 但很奇怪的 你看到那六個人 左右的手勢都是不同的 有些手不動 是沒有練習過 還是不知道呢 真的不知為何 為何會這樣呢 他們離場的時候 你看這條影片 最後的男生 手不動 可能不舒服 我真的不知道 完全不知為何 第三樣東西 就是程序錯了 Jacky 說 星期禮 當你還沒起奏國歌的時候 就不應該升那支旗 但你看回14日那條影片 很明顯 音樂還沒響的時候 右邊那支旗 已經升了少少 已經升了 即是程序不同 不同 這個真的不適合 那就真的打啪啪 而且你看回30日舉行的 國慶星期禮 你看到左邊那隊 放手又是快了 不一致 不一致 所以說到這裏 我終於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記不記得 有些被罰的學生就說 當時因為聽不到音樂 你起了一支旗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當時我也想想 沒有理由 一個正常的星期禮 通常是音樂一起 開始升旗 所以我想想 為什麼學生會不知道 你聽到音樂 就知道星期禮開始 原來就是這樣 這間學校先升旗 然後才起音樂 如果聽不到音樂 就不知道開始了 就是這麼簡單 基本上是學校搞錯了星期禮 程序有問題 這只是第三個錯誤 第四個錯誤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揚起的季期 以及敬禮的部分 兩條片都是不一致的 其實要大家一起揚 一起敬禮 但不同的 你看到14號那條片 很明顯 左邊那隊的男生 是慢過後面那隊的 其實他不是慢過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 他忘記了 然後覺得 好像做漏了些東西 做了什麼呢?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要敬禮 忘記了 前面和兒子有敬禮 我是要敬禮 我覺得是這樣 而30號那段 又是這樣 又是左邊那個出事 不知道為什麼 又是快了 真是很奇怪 第五件事 就是當國歌奏完了之後 國旗和區旗 就要剛剛好到頂 現在你看他們學校的星期禮 又是錯了 好像14號那段片 播完國歌的時候 左邊那支區旗 都還未升完 播完歌了 你看他們還在拉緊 還在拉緊 我經常覺得 左邊那隊好像很吵架 我看上來都很吵架 我看他們兩隊在所謂的星期 他們不是在升旗 好像在玩龜兔賽跑 中間國旗已經到終點了 左邊升區旗那支 還不可以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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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升上去 而30號那段片又是一樣 你看到那支國旗又是太快 歌都未播完 就已經升到頂了 這個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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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吵架 真的很吵架 第六件事 這跟做主持的老師有關 老師也錯了 根據專家Jacky所說 做主持的 在星期禮開始的時候 他要說什麼呢 他要說 現在請大家缩納 面向國旗和區旗 我們現在開始就國歌 和升國旗和區旗 要說完這段對白 真的很清楚 但是這兩段片 很明顯做主持的老師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國歌 然後前面的對白沒有說到 那你不是就國歌了 幹什麼 你不說對白的時候 都不知道是星期禮 沒錯 可能學生說 那你不就升了 關什麼事 你都沒有叫我看著之旗 你說唱歌歌而已 幹什麼 你說升旗 就升旗奏歌 你都沒有叫我看著之旗 所以他趕漏了對白 做主持的 這個說不清楚 最後一個錯誤 就是星期手 沒有看著之旗 這個真的很基本 你升旗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之旗 所以大家要怎樣 大家要看著之旗 但是你看回兩段片 背著鏡頭 我是看不到的表情 但是在他們旁邊的兩個隊員 很明顯全程 是沒有看過之旗 你眼看我眼看的 你升旗 但是又不看之旗 這真的完全是錯了 整件事 是不是感動了 就是想流淚 所以看不到呢 錯了那麼多東西 由頭錯到尾 聽到Jacky 所說 正常來說 升旗應該由制服團體成員負責 如果是由學校本身的升旗 負責的時候 都要經常保持訓練 但是他看這兩段片 他就覺得這隊的升旗 根本沒有訓練過 沒有練習過 我覺得老師那方面 都未必能給到指引他們練習 校方或者老師要負很大的責任 我問過Jacky 如果以100分為滿分的時候 他會給多少分呢 多少分呢 30分 30分不合格 30分 是完全不合格 一數就數到7樣東西 如果有10樣東西 剩下30分 我覺得比30分都被告了 對呀 錯了那麼多東西 升旗這件事這麼嚴肅 你錯了那麼多就真是 除了能夠將志祺成功升旗之外 我看不到有些什麼是正確的 講一句 其實對於學校搞升旗禮 本來我是抱一個很包容的心態 你們都是學生 學校而已 又不是制服團隊 我們不應該用一個很高的標準去看這件事 我也覺得是的 小孩子而已 什麼事呢 對呀 等於你學校有隊足球隊 你也不會看這隊學校足球隊 當他們是香港代表隊的標準去看 打業餘和打職業是很不同的 對呀 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李論Sir你真的不應該用同一個標準去稱 對呀 你打業餘的 那不是混盤吃的 但問題現在是你 荃灣姓方制中學 是很重視這個升旗禮的 你把這件事看得很高 高就說 你們學生不去出席 只顧著吃早餐 你們犯國安法的 你們不尊重國旗的 你們不尊重這個升旗禮的 是很嚴重的 嚴重到要立刻停課三天 在學校打人也不用停課三天 還要立刻離開學校 即是踢開走 最高嚴厲的 既然你學校竟然把這個升旗禮看得這麼嚴重 要求這麼高的時候 我們自然要用一個這麼高的標準 要求去看你們的升旗禮 結果一看之下 就發覺錯漏百速 肯定是沒有好好訓練你們的學生 剛才你說的東西是對稱的 因為你要這麼嚴謹對他們 我也要嚴謹對你的要求 當然是這樣 這個是對稱 所以我發覺 現在最不尊重這個國旗 最不尊重這個升旗禮 其實就是學校本身 是不是 你沒有理由這樣搞升旗禮 你搞得和 錯了 由一至七錯了 不合格之餘 還是這麼低分 那你說究竟是誰藐視國旗 不尊重國家 不尊重這個升旗禮 真是 真是害怕 所以 何校長 或者羅副校長 我覺得你們要去國安處自首 很嚴重 這個真的違反國安法 哎呀 踩到這裏 害怕了 哈哈哈哈 說完這間學校升旗之後 我們說另一件事 就是這間學校 原來也很愛國的 真是 都提得出 我考考你了 荃灣聖方濟中學 它是什麼宗教背景呢 這個也是天主教吧 沒錯 是天主教的 哈哈哈哈 不用怕 沒錯 對 他們是天主教的 但我發覺 他們似乎教學生 是愛國多於愛天主 學校舉行很多課外活動 作為要愛國那件事 我覺得是你的左校都至愧不如 有哪些呢 我們說幾件事 第一件事 有些網民在學校的面書發現 原來這間學校在五線時間 要求學生要留在課室用線 不單止 吃飯之餘 還是播放由無線製作 以中國扶貧為主題的紀錄片 無窮之路 網民就炮軍學校 就好像新疆集中營 洗腦的模式 學生吃飯也要看這些影片 同時也不准學生聊天 跟坐牢沒有分別 但是那是五線 不准聊天嗎? 是啊 要很集中看這套紀錄片 無窮之路 說中國的扶負貧 不單止 有些眼裡的連登仔發現 當時這間學校所播放的 是在內地一個串流平台 埋堆堆播放的普通話版本 不是TVB的廣東話版本 哦 要學生聽普通話 不是聽廣東話 我找過資料 這套無窮之路有兩輯 第一輯在去年8月播出了 第二輯剛剛在今年8月播出 由陳貝儀主持 這套紀錄片在內地也很有名 人民日報就形容這套片是 成功打動人心 給觀眾帶來心歷其境的體驗感 而且在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引起共鳴 人民日報也有報導這套片 另外 中國的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 公佈一個2021年度的優秀海外傳播作品評審 這套片也入選了20部優秀海外傳播作品之一 是獲獎的 這套片是得到國家的充分認可肯定的 厲害啊 荃灣聖方濟中學就選擇要學生看這套片 看得出校方是多用心良苦啊 當然了 要看兩套片 看完就感動了 第二件事 在上個月29日的時候 學校安排有30個中三的學生 去參觀位於沙田的外國教育支援中心 這個外國教育支援中心來頭就大了 就是由教聯去成立的 教聯你知道什麼嗎 現在的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以前曾經擔任過的教聯 這個中心做什麼呢 是負責推行國家安全和國民教育的 兩件事 我真的很佩服這間學校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中心是今年8月才落成的 它上個月9月就立刻安排學生去參觀 你看到這間學校是很掌握到 這個外國教育最新的潮流 知道有一個這麼好的推動國民教育的中心 就立刻他一落成就安排學生去參觀 真是挺厲害的 真是新東西來的 教聯這個 是新東西來的 這間中心剛剛落成一個月多而已 立刻讓學生去學習國家安全和國民的教育 真是挺好的 厲害厲害 另一件事是在2019年發生的 原來在2019年1月的時候 香港青年協會舉辦了一個叫做高鐵青年號 創科體現行的活動 安排在香港有500個學生和青年人 乘搭高鐵上廣州參觀為期 參觀很多國家先進的創科企業和單位 包括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 廣州氣象衛星地面站 廣州科學中心 創意園和美的集團 關鍵是要坐高鐵上去 而這間學校也有參加的 當時安排了36個學生 坐高鐵上廣州佛山參觀 學習一下我們國家創新科技的焦點和成就 是不是很感動 不敢嗎? 不敢嗎?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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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樣 原來由2011年開始 這間學校會安排中一學生 去深圳參加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這軍事訓練 應該由黃埔青少年軍校的 深圳分校去舉行 這間學校是專為一些 香港、澳門的學校 提供一些短期的軍事訓練 而他們的深圳分校是在1999年開辦的 據我所知 在本港也有很多中學、小學、 甚至教會也有組團去參加 舉辦一些夏令營、東令營等等 原來組在十幾年前開始 這間學校就用心良苦了 已經十幾年了 安排學生接受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造就英才 為國家服務 先說正經 聖經教導我們 一個人不能示範兩個主 聽過很多 你聽過了 經常都聽過 為甚麼? 因為你不是喜歡那個 你就會討厭那個 你不是看重那個 你就會輕待那個 而這間全灣聖方制中學 我覺得它真的很有趣 她作為一間天主教的學校 但我覺得她舉辦的課外活動 是教導學生愛國多過愛天主的 是的 教導了這麼久 他們沒有說天主和耶穌 很有趣 真的非常有趣 所以 正如我們尊敬的 袁天佑牧師所說 你沒有基督伯仁的精神去辦學的時候 就算學校是掛上了教會的名義 或者用甚麼聖人的名字都好 都沒有可能成為一間基督教的學校 我們看看廣告 回來再講其他題目 睡街牧師林國章 全新著作《傻牧師橋底十年》 放下與追憶正式出版 詳細記錄了 林國章牧師十年以來 守護橋底露宿者的工作 每本售價150元 快點去如臨書店 德惠書店買一本 門口媒體舉辦 新聞與網上媒體短期課程 10月26日 11月2日一連兩堂 教授新聞傳播理論 新聞採訪寫作技巧 社交媒體及傳媒道德 適合有意加入網絡媒體行業的朋友報讀 數一下有下角的QR Code 立即報名啦 撐起良心店舖 門徒公義節目推出免費廣告計劃 歡迎所有良心店舖參加 打破固定收費模式 由你賤由課金 數一數右下角的QR Code 填妥資料 立即登記啦 看完廣告 這一節我們就會回顧 門徒事工 今年頭三季的工作 通常做回顧都是年底或年頭的 為何無端端零射射在現在回顧 這麼奇怪呢? 這就跟我們接下來 舉行一連一度的同工退休會有關 因為我會負責今次同工會的主題分享 當然因為我們的同工退休會 都是一些內部的活動 我自然就不會說完 究竟我將會分享些什麼 因為都有一些比較敏感的 真是不適宜公開的 真的不能說出來 不能說出來 那就加入我們 對呀 因為加入我們就行 加入我們就行了 沒錯 那你就可以參加下年的同工退休會 因為其中一部分我會做回顧 因為都是一些已公開的事情 所以就方便可以在節目裡說 有四方面的回顧 第一方面就是我們露宿者的事工 今年以來我們一共舉行了三次的露宿者愛然 包括在農曆新年、端午節和上個月中秋節 其實未來12月 冬至聖誕節 我們都會舉行今年最後一次的愛然 我們在去年年底開始增加了一個新的探訪點 就是維園 維園也有很多無家者 所以其實今年平均每次出席愛然的人數 都比去年為多 好像上個月的中秋節愛然 一共有16人報名出席 這是兩年以來最多的了 而且都非常感恩 因為每次的參費 其實我們都是向外界眾籌 而每一次都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可以達標 這個真的謝謝 露宿者事工第二方面的重溫 原因就是我們為一個露宿者 世黑舉行了一個追思會 因為今年年初 大年初一的時候 我們在北角長期關心開的世黑去世了 由於一些特別的原因 它的遺體是被其他人拿走去火化的 再加上那時候 疫情也挺嚴重的 我們沒有辦法舉行一些公開的追思會 因為它也是一個我們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那些隊員覺得真的要做些事情 所以我們破天荒 舉行了一個網上的追思會 同一時間我們派了一個同工 去到炮台山復原街的橋底 向其他的同伴、其他的露宿者 用手機直播 讓他們都可以同步參與這個網上追思會 真的是我們創立20第一次的嘗試 而他的朋友 扣過網上看了這個追思會 都很感動 男人老狗都流眼淚 對於我們的信任 其實是多了很多 真是很重要 而第三方面 就是訓練第二梯隊的接班 其實由今年年初開始 因為我們門徒小隊都成立了七年 探訪的人數或地點都越來越多 如果長期靠我 或者Eric去帶領 其實就真的不行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非常忙碌的 我們就開始訓練第二梯隊 近年才加入的同工 開始接班 去負責每一次出隊的帶領、組織、準備 甚至去安排打點整個外研 到了現在為止 今年其實接近有一半的速隊 或者外研 我們都交給第二梯隊的同工 去負責的 那個結果 都是很理想 希望下年的時候 可以完全 或者再中一步去接班 最後一件事就是關於我們的隊伏 我們都非常感恩 因為都得到大家眾籌 課金的支持 我們門徒小隊 就能夠印製一批 正式有Local的螢光隊伏 我們現在每次速隊 或者外研活動 都會著想 凝聚感 或者使命感 都加強了很多 現在直接在維園 有些露宿者 離遠看到我們就認得到 很搶眼 是搶眼 一看到就知道 門徒小隊 Hello 很鼓舞 第二方面的回顧 當然是我們節目這一部分 門徒公義在今年舉行了 400宅慶祝派對 慶祝我們啟播七年以來 這個節目終於踏入了400集 這個派對 都是我們七年以來 最規模性大的 以前我們也曾經舉行過 一些妄聚 不過都是很少人 一、兩個人來 這次我們就包場 在旺角一間Party House 舉行了一個Party 也有來賓去祝賀 例如林國章牧師 已經去了台灣的周延情傳道 也寫了一篇文章 何文去祝賀我們 也謝謝聽眾的支持 另一方面就是門徒頭條 在今年2月正式啟報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得門徒公義這個節目 終於開到第二個節目 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因為門徒頭條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是除了教會新聞之外 也會比較多去評論一些政治 或者社會的新聞 以及不是一個定時的播放 其實這兩方面 正好彌補了門徒公義的不足 門徒公義這個節目 集中正是講教會 以及固定正是禮拜一 晚上才播出 所以門徒頭條可以彌補一點 有需要的就立刻錄播 除了教會新聞之外 也會講一些時事政治 那就剛剛好可以互補不足 另一方面非常感恩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戶終於突破了4000 比我想像中很快 也不錯 你想想今年門徒公義400集 我們的YouTube訂戶就4000 也有個4字 也非常感恩 這兩年以來 其實在土瓜環 有一個地方是借給我們錄音的 因為一些事情 他們就沒有辦法繼續借給我們 但是也很感恩 很快也有一個聽眾 願意借出他們 在銅鑼灣另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非常理想的 尤其是對於Eric來說 因為這個地方 距離他回家是近了很多 這個我也覺得很厲害 他很開心 他很厲害 我佩服他 這方面就是節目的回顧 第三方面當然是我們的網媒 主要是涵蓋教會的新聞 以及政治社會的新聞 今年以來成績都是不錯的 先說教會新聞 其實自從上年 蘋果、立場、中新聞 這些媒體結束了 或者被結束之後 你發覺其實公民社會 是少了很多的渠道 給一些讀者 或者聽眾去報料 或者披露這些東西 我們這些細網媒 就獲得很多機會 做一些獨家的新聞 最明顯就是 鄭家輝的醜聞 今年年頭 我們用了很多很多的 篇幅 時間 去跟蹤這件事件 但這件事件 如何曝光出來呢? 其實就是由其中一個會友 向我們獨家披露 因為他找不到其他媒體 願意去報道這件事 那先謝謝他 而且你不會找時代龍壇 說真的 他唯一能夠找到 又願意披露 就是我們門徒媒體 多謝你信任 另外一件 唐朕也是另一件 獲得讀者信任 願意向我們披露的新聞 早在4月的時候 我們是全香港率先去報道這件事 Channel C去報道的風波 也是今年7月 我們還要早在3個月 披露了這件事 因為當時唐朕的會友 池雲山浸送會的傳導人 陳漢俊 同時以唐朕會友的身份 去參選浸聯社會服務部 這件事是違反了 當時的教會 理事會 和粵會 不派人參選的決定 而且這件事 又存在了雙重會籍的問題 不過 教會和陳漢俊 最後就說 不會 寫錯了 是的 我記得 而我們4月已經披露了 唐朕有些問題 我們還早過 Channel C 或其他媒體 最後一件事 當然是港狗 培林營經會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今年 其中一個很成功 關於教會新聞的系列報道 因為我們披露過 培林會 錄播辦直播的問題 還有他們五堂的港元 李施敬 港道的問題 甚至整個培林會 製作費過高的問題 在8月份的時候 都引起教內 很多的討論 和爭議 我覺得我們是成功的 這方面 很詳細 說完教會新聞 當然是說社會新聞 今年我覺得 有幾件事 都值得分享 回顧一下 第一 第一是我們對於2019年 意識 死記的追蹤報道 其實這方面 都引起了很多網民 去關注 甚至不斷分享傳播 例如 在今年七一前夕 連續三天 由6月29日 6月30日 和7月1日 分別是盧曉恩 烏恆恩 和梁建輝的死記 我們特別是把這件事 連續三天 有連續三個議事的死記 用一個報道的形式 引起各界的關注 你知不知這篇報道 甚至有日本的網民 是留意到 並且翻譯了日文 替我們傳播開 真是感謝他 我真是非常詫異 我現在看了我才知道 有這件事 我不知道 我是很偶然在面書看見的 真是好 幫忙把真相說出來 原來我們門徒媒體已經去到日本了 哈哈哈哈 第二件我覺得 做得不錯的報道 就是關於美心 因為今年中秋節前夕 我們做了一個深日的報道 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自從2019年開始 美心的餐飲業務 每年都是虧錢的 但是就全靠他賣月餅這一方面 才可以將他扭規為盈 這個發現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令到網民知道 原來針對美心的時候 就不是霸食那麼簡單 是要針對他們的月餅銷售 結果今年的中秋 我留意到不僅是香港 甚至在海外、北美、台灣 美心的月餅也是被杯葛 甚至搞到制銷 我覺得我們門徒媒體這方面 都作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最後一件事 其中一個在2019年懷疑被自殺的義士 黃建恩一直以來 外界都不清楚他真實的身份 包括他是什麼樣子 究竟是多少歲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我們全香港 第一個媒體是發現到 原來黃建恩 安葬在珍咀寧灰安治所 我們還去到那裡 找到他的骨灰位 知道他的樣子是怎樣 以及知道他中年是39歲 這件事我覺得是我們 幫他做一個紀錄 讓外界知道 這就是我們在網媒方面的回顧 最後一件事就是戶外直播這方面 其實自從2020年之後 少了很多遊行示威 再加上疫情 四人限聚等等 其實這兩年 我們是減少了很多戶外的直播 直到今年下半年開始 所謂什麼疫情 真是覺得騙鬼人 而且也多了一些 值得出去做直播的事發生 我們現在慢慢增加戶外直播的次數 好像最近全灣聖方制中學 或者三一臨載教會的國慶星期禮 在前兩個月盧曉恩的三周年死記等等 這些直播都能夠引起很多觀眾的留意 以及互動 接下來希望能夠繼續增加戶外的直播 最後初步看回今年頭三季各方面的表現的時候 我想有幾方面 第一方面 我就觀察到 其實我們露宿者的事工 網媒的事工 或者我們的節目事工 其實都很穩定 畢竟我們由Day1開始做這些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下年只要能夠 投放同樣的精力、時間等等 其實我預計到這幾方面的事工 都是可以很平穩 以及很穩定地發展的 但另一方面 我看到就是 好像我們的門徒論壇 或者門徒香港教會指數 或者我們今年開始想推行廣告計劃 或者課程 似乎那個發展 可能時間不足夠 變成能夠引起那個反應 很有限 可能接下來我們真的要增加多些的力度 去發展這幾項的事工 其實在過去一兩年 你會留意到大批網媒 已經結束了 或者淡出了 因為不同的原因 就算現在還在繼續 一些基督教的節目 或者KOL 或者基督教的信徒平台 其實現在都很少 去講一些敏感的題目 說真的 我覺得其實跟香港一樣 現在是一個低潮 一個公民社會的低潮 大家都盡量避開不去說 我覺得其實我們門徒媒體 就更加有責任堅持下去 其實都非常感恩 和多謝大家 我們每個月的營運月費的眾籌 其實已經連續一年半的時間 是可以達到標的 令到小弟都可以 繼續以一個半職的身份 做這個事奉 在這裏也謝謝聽眾 在這裏也謝謝 不過其實我也是很希望 我們能夠開拓一些奉獻以外的收入來源 不是說每次都靠課金 創造一些價值去獲取收入 其實我們今年開始都在做的 就是會定期舉辦一些課程 或者推出一些不同的廣告計劃 不過似乎真的需要多一點的力度 和心機去做這些事情 我希望下年的時候 都能夠在這方面加強 這就是我想到 可能我們在退休會回顧的環節當中 會去分享的信息 嗯哼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最後我們有些台務的報告 首先 由於我要預備 未來這個星期日 門徒同工的退休會分享 所以未來這個星期的門徒頭條 就會暫停一周 第二就是我們十月份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但是我們課金的情況都非常嚴重 需要大家快點去支持 而這個月我們有三個目標 第一就是我們5G寬頻的登記 預算還欠3,700元 第二我們十月份的營運上揮 目標是一萬元 最後我們要登記的法律諮詢服務 首年的年費還欠4萬1,300元 希望大家支持 門徒小隊 在下個星期六 29日晚上會出隊探訪港島區的露宿者 如果願意參加的朋友 都可以現在去到我們網站登記 我們就有專人去聯絡你 希望下個星期六晚可以見到你 最後我們在這個月底開始的 新聞與網上媒體短期課程 在這個星期十九日就會截止報名 學費就一千 大家快點去到我們網站報名 今天就到此為止 最後請Lanny幫我們有個結束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很多時會將世界的事 和跟隨你的事混在一起 求主可以讓我們明白 愛世界自然會少愛神 如果我們鍾情在神的事上 我們自然會愛世界就會越來越少 兩者都不能掌握 都求其他的同工可以專心在你裏面服侍 將我們門陶媒體的事工擺在面前 我們可以繼續去警惕世人 或者警惕其他基督徒 也都將一些髒的都把它揭出來 又掃乾淨去 我們希望把一個道路是歸於耶穌基督 我簡單的交託是靠我主耶穌基督的名去求阿門 請大家繼續支持門陶媒體 透過Payme Paypal 轉數快課金給我們